南大館秀百天休憩農業区掛電協會 為了要提供陸國共當地地世界產業 特別結合到新郎教育 在陸國文昌國小來基盤 做古早味酒孫的活檔體驗 也將在9月13號這天的孫子市場 來好好小朋友祈賣 就比他們未來跟國外交流的越兼貴 孫子扣綜之後裡面裝滿800公克 由小庫自家做喜歡 為了在孫子開始 記得現場的小朋友 不要拿來這則就孫 每一個過程都很少介紹 願意給大家當初 還是這則充滿在地地世界的加工農產品 我們休憩農業區 配合食農教育的方式 把食農教育降損的部分 如何掏出在我們文昌國小的小朋友身上 讓他們去了解說 原來我們這邊的竹筍 是這麼多的可以利用 這麼的好吃這樣子 有就是要提供 我們這個奶酸 做的最好吃的酒量 酒孫 不然來跟我們的文昌國小 配合 請給我們配合 給我們小朋友 帶給我們奶酸 可以了解說 這個最好吃的酒孫要怎麼做 這是我們鹿古鄉一個特產 比例是要多少呢 待會也都叫小朋友 親自來體驗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吃的那個醬筍 這麼好吃 它的過程是怎麼新的 現在還做酒孫的民眾 可以說是越來越久 竟然不用說是各地的特產的小朋友 因此小朋友 休憩都要哭 對希望將這行 團統手機 可以繼續團身下去 接下來這幾個小朋友 所作為完成的酒孫 也將會在9月23號 在小朋友的孫子 市場來去賣 剛才未來 各國外交流會得很幸福 那尤其我們的孩子 每個都是住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對於我們這種 心就順並不陌生 但是也希望說 藉由老師跟志工 以及我們的修區這邊 一起來結合 可以讓孩子 他們體驗到 損農的一個辛苦以外呢 最重要他們要籌籌 經費要去遊學 來做一個義賣 後續呢今天結束完之後 我們校內會透過這樣的課程 讓孩子去做行銷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 透過這樣的義賣活動 帶領了孩子 能夠籌措這些 他們要到 國外 做國際教育的一個 旅行的費用 透過話題的基盤 我們讓鄉親的學生 了解祖母家鄉的 第一線 是最多有意義 好好也歡迎大家 在9月23號 可以進來 稍後天的孫子市長 鄉營以北玩夢的話題 記者都說 鄉報道